GoTerminal的扩充套件如何使用 基本上是非常简单的 你需要的是这几个积木 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API Key 跟聊天内容 在这边的0.5是真实跟创意之间的差别 如果你要真实的话就把它设定 最大的代币基本上最少是2048 大概就是它的Token 这个API Key怎么办 这个API Key怎么取得 你在网路上搜寻Google API Key 这边就会有你的 你自己也可以增加一个 新增一个API Key Create 你就自己要去申请自己的API Key 你有API Key之后 你就把它 Copy 起来 这个是Number 这不是API Key 这个 Copy API Key 你就把你的API Key 自己 去申请Google的API Key 有了这个API Key之后 你就可以来这里问 问问题 问问题 假设聊天的内容 如果你想问说 呃 台风 的行程 好 你之前就问 它就会回答 问完它就会有答案 一样你可以把答案复制起来 回到你的文件里面自己去贴上 这边有各种的答案就会出来 所以它的使用是非常简单 重点就是有个API剂分 谢谢